我想這個事件其實最驚悚的就是 因為不知道 根本不知道怎麼處理 你看很多的醫院 他們都是看到新聞發生 有第一期的死亡案例 他們才去回溯 對 他有去過這家店 才趕快去幫忙通報 可是這個時候相關的這些 所謂的客人 他們現在都已經變成是 等於是裝益克膜 都已經到重症的狀況 那老實說 第一個 因為他在第一時間 大家都認為說 如果是一般吃的東西不舒服 拉肚子 他就會覺得是基本的食物中毒 那食物中毒可能 他的解方可能都會覺得 你可能是什麼 諾羅病毒 腸胃炎 那一般醫生就是開個藥 或怎麼樣的 可是沒想到 這個會導致所謂的酸中毒 然後會有多重的器官衰竭 而且是很快 非常快速 你看比如說以第一個案例 他是3月22號吃 3月25號他就過世 所以這個速度是非常快的 這個病程這麼快速 甚至我覺得我們的政府機關 真的 你不要說他反應慢慢拍 是根本來不及反應 因為當你接到通報 把這個訊息在媒體上面曝光 然後你會發現很多都是看到新聞 才回憶起來 對 我去那一家 然後我有不舒服 就是那幾天 所以現在十幾個 大概15個案例 大概都在3月19到3月23 這段期間這4天左右 然後去用餐 然後大部分都有共同點 就是要嘛吃了河粉 要嘛吃了乖屌 所以我想第一個 因為現在原因還在釐清當中 也不能說就是這個什麼米酵菌酸 只能說因為不知道是什麼 在一般食物中毒的這個細菌裡面 目前培養不出來 比如說什麼大腸桿菌 什麼沙門式菌 就是這種一般常見的食物中毒的細菌 目前還看不到 所以自然而然大家就會往 比較罕見的方向去思考 那加上因為又是國仔條 這樣的一個食品 那很有可能這種米製品 就會導致有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現在都還在推測階段 那像今天這個薛瑞元部長 他在立法院 他在答詢的時候 他就講說第一個 因為我們國內沒有檢驗 這個所謂的米酵菌酸的檢驗的試劑 所以呢第一個要先從國外採購 然後第二個採購大概要一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呢進來在檢驗還要一個禮拜的時間 所以可能還要半個月的左右時間 才能確定是不是他 那當然同時他們會先做其他 比如說有沒有其他毒素 農藥啊 或是之前講什麼炒飯症候群等等的 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全部都要去盤點 可是這一段時間我必須講 當然第一個 這一家業者 目前的所有的這個店家全部關閉了 就是說他現在全部勒令他停業 那這個是必要的措施 那可是現在很多民眾就會擔心 我去吃別家會不會碰到這樣的狀況 或者說其實我覺得 如果現在大家做餐飲業 就是連看到龜阿條都怕了 對現在會變成說文貴色變 你去想說這個東西 我們真的為什麼那麼可怕 大家會害怕的原因就在這邊 那因為你也不知道為什麼 像比如說今天中毒的 他們也不知道狀況 他們吃起來都很多 像他說根本沒有什麼異狀 吃不出來那怎麼辦 所以這才是最讓大家恐慌 所以第一個我覺得各級政府 今天我們也不要 還不急著去追究什麼什麼什麼 慢半拍什麼有沒有慢慢拍 現在最關鍵是先找出原因 然後包括像今天 因為今天兩位的這個 受害的這個客人 他們現在都遺體去做解破 那能不能趕快先把原因找出來 這最重要 那如果不是所謂的食材 而是所謂的人為因素 那不得了 那就是一個很重大的刑案 所以這次雙廣旗下 就是食物中毒的部分 要好好的去調查 那另外一份就是 就是所謂的 如果有所謂的食安 或是故意人為的部分 當然也要查 這個都要查 因為現在都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 只是我覺得現在最 我覺得最擔心的是什麼 第一個這個廠家 他過去是 就是說他的這個創辦人 是一位這個馬來西亞僑生 他在疫情期間 他原本是旅行業者 結果他旅行業 因為不怕疫情 所以他就轉而 在疫情過後轉戰餐飲業 可是他這個 在旅行社的時候就欠債 看到那個法院很多的支付命令 這些判決 就等於說他有債務的問題 那在這一次 甚至包括像剛剛講的 這個所謂的第三人責任險的部分 就是食安的保險的部分 是過期了 那等於說 到時候可能這些受害者 求償無門 第一個 如果今天就算查封 就像剛剛這個 市長講的 就算今天假扣押 他的財產或什麼的 如果今天他是空的人 他是一個空殼的話 怎麼辦 會不會根本這些受害者 根本求償無門 我覺得這是我們現在行政部門 應該趕快協助這些受害者 去整合力量 然後呢 要求相關的賠償 後續的這些作業 都要提早來做 但現在有些去用過餐 就是近期去用餐的顧客 都反映說 其實好像覺得 他們最近的餐點 都有一些什麼 腐酸味 然後大家就知道說 因為他其實本來就預定 三月底 他就要結束營業 沒錯 所以好像清庫存 清冰箱 如果是這樣 因為其實像有一個 這個台南的顧客 他就回憶 他說那天 比如說你菜單有十幾個品項 比如說有 有好幾類 然後什麼有好幾類 可是他就會跟你講說 不好意思我們今天只有炒飯類 只有鮭仔條類 只有幾種他們要限定的這個餐點可以點 那這個就不禁讓很多的客人會覺得說 後來才知道 原來他們三月底 本來三月底 這個所謂的A13 這棟的這個美食街的櫃就要撤了 那所以如果今天真的是所謂的食材 囤放 囤放 他比如說他過期了 或是說他囤放保存不當 或是說他沒有進新的 他就把舊的 原本是可能放四天 他可能這次放了七天 然後導致有這種存放不當 導致了後續的 那當然這個都要好好的去查清楚 我相信現在因為包括檢警調也都介入了 不只是我們的所謂衛生局的系統 所以這個我覺得趕快把事實真相釐清 讓民眾先安心 否則我覺得現在受害最嚴重的是 所有有賣瓜條和粉的業者 其實現在他們最慘 因為這樣的一個新聞事件會引起全國民眾的恐慌 那他們都會覺得這個東西是不是不好 不能吃不能用這樣子 其實應該像這種案例 即便是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米酵菌酸 如果是這樣的東西 他要導致這樣的一個結果 其實也不是很容易發生的 所以也不能說要掉以輕心 而是說趕快先把真相釐清最重要 那至於後續的求償 或是說包括像業者 他的這個財產如何扣押等等的 這個就是行政部門 要趕快來配合協助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琪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